得到了一个北京来的最新的消息 这是歌手高明俊 他在北京因为吸了大麻 遭到公安拘留 在蹲了五天之后呢 今天是出面向家人朋友 社会大众还有歌迷道歉 他三度鞠躬表达歉意 深情憔悴 带着一脸歉疚 高明俊走向麦克风 向社会大众道歉 大家好 我是高明俊 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表达我最深的歉意 深深一鞠躬 高明俊拿出事先理好的声明稿 先向自己的孩子道歉 首先 我想对我的两个儿子说 爸爸错了 我也想对所有的孩子 和父母道歉 二度鞠躬 高明俊欲带哽咽 一字一句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要向我的医院 还有歌迷道歉 音乐是我人生的信仰 二十多年以来 我从来没有放弃 家人 朋友 还有音乐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 最珍贵的三件礼物 今天 我在这里向大家表达 深深的歉意 给自己的错误 画上一个句话 短短四分钟的记者会 高明俊三度鞠躬道歉 向家人 向社会大众 以及朋友歌迷道歉 他说未来他要竭尽所能 用行动弥补过失 高明俊一脸沧桑 神情憔悴 看不到当年潇洒的偶像形象 这一次西大麻遭到拘留 对他来说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中立新闻胡奇人戴律北京报道